文化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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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好一点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昨天已经讲了 这个感应电动室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了就是 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一个磁场 我们说有一个金属 它在这个空间里面 以V的速度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以正电荷来看待的时候 那这个正电荷因为金属在这边移动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它会受到一个磁力 是QV cos V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正电荷的部分 V cos V就是朝上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电荷 它其实是受到一个朝上的力 那也因为正电荷朝上 正电荷往上累积 或者你以另外一个观点 说是因为这个导体是负电荷在运动 那负电荷的部分的话 你既然而然的 你就会看到 这个负电荷的部分的话 V cos V 那因为这负号所以朝下 换句话说 这负电荷是朝下 所以一样的 你这边是累积负电荷的部分 那两种观点都是一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累积了一个负电荷的情况的部分 跟正电荷在两端的情况 那这边呢 你就看到它其实是层层的一个 正电荷跟负电荷里面有一个厂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个电荷这个电荷的部分 那当什么时候这个电荷不再往上跑呢 就是当这个电荷 我们看到的这个电荷 受到的FB 跟他受到这个Q乘上 11的部分 这两个大小方向相反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FB加Q11 它其实是等于零的时候 那它就形成平衡 那一旦形成平衡的话 就是相当于 这个total的效应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 我在这个导体里面的话呢 那就是一端是累积了正电荷的部分 一端是累积了负电荷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导体外面 连上一个导线 那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 好 以正电荷的观点它就出来了 然后所以电流I就出来了 那句话说 你这整个效应 等效的效应呢 好像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电池 OK 那这个电池呢 它连接了一个电阻 所以电池的正端 电负端 那它给了一个电流I的情况 就出来的情况 所以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就是相当于 这个整个 的效应 就是相当于这个效应 那如果你现在这样子 该看法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以电池来讲的话 我们说 好 电池 那电子 是负端出来 那电子负端出来的话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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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是能量已经没了 对不对 它经过电池是什么 电池是把它的能量提升上去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把电池 在之前就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感应电动式 当然你知道 这电流里面是负电荷在运动 但是 以正电荷的观点来讲的话 这个电池呢 好 假设正电荷来讲 它是这样跑跑跑跑跑 跑到这里的来讲的话 那它是从负端到正端 它是能量什么 往上提升的 那提升了多少能量 这个W 提升的能量 是不是就等于 一个正电荷进来的时候 你是受到了FB的作用 让它从这端到这端 也让它的能量提升 也让它的能量提升 所以 FV就是V V 所谓对它做的工 就是给它的电动式 那电动式 就是本身 是本身 所定义的部分 基本上 就是我们单位电荷 如果经过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的时候 DL 你把它积分起来 那 你把这两个都是垂直 这也是垂直 所以是VB 那L的长度就是这个的长度 然后把它写上来 然后把它写上来 OK 假设 假设 现在我这个东西 跟磁场本身啊 我的运动方向 不是跟它垂直 譬如说 我的磁场呢 是 磁场是进去的啊 那我的运动速度 如果是这样子 我现在运动速度是这样子 是跟它垂直 对不对 我运动速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V C close V OK 你就看到了 V跟V有一个夹角 对不对 这个夹角就是什么 这边要考量进去了 的夹角 所以这个夹角 就会产生在 这边跑出来 那 假设 V跟V垂直的话 当然这个 反应C的角 这个残余发角 是等于V的情况 OK 好 这是 我们看到的 这个 电动式的大小 的部分 那 另外一个是 你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电动式本身 我们常常会讲说 所谓的电动式就是 这个 不管是干电池 或是其他的方式 所产生的电动式 你这里面是因为 切割了磁力线 所产生的电动式 你看到的一个就是 当这个电子 或者是电荷 跑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个机制 是把它能量 从一端 它带到另外一端的时候 它能量提升的 那一个呢 不是电磁力 不是静电力 以这里面来看待的时候 电荷 从这一端 跑过来的时候 到这一端 你把 它的能量提升了 是FB啊 对不对 所以FB FB其实就是 驱动 这个 电动式 issue 最大的 一个 主要的因素 那 假设 我说 我这个FB呢 我把它 它 是为什么 你现在看到 这是电厂 正电 铺电 电厂 我假设 我把FB呢 也写成一个 Q E N OK 的符号 这ENA 就是非静电厂 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加 QE E 它等于0 换句话说 EN 它本身 就是 负的E E 的情况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 真正的 静电厂 所产生的 产 它的大小 是等于多少 它的大小 是V Close 那句话说 这个非静电厂 所产生的 场呢 也决定了 电动式 一胸的方向 OK 你看到就是 EN 的部分 是这个方向 所以V Close 你看到 你的大拇指 非常清楚的 知道 大拇指所指的 正直 这是一个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到的 一个 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接着我们就会 衍生一下 我说 这个结果 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看待它的话 那用什么方式来看待它呢 就是我们接着我们要看到的 如果 如果 我用的方式是 假设 现在 这个装置呢 本来是一根 这个导体 而已 它在这边缺割 磁域线 导体本身 它就有一个 电动式在那里 电动式在那里 的时候 就好像一颗电池 在这边 给你 你没有连接导线的话 你不知道 这颗电池 什么 它的威力所在 但是 它还是正极 负极 已经存在在那里 那我假设 我现在我看到的是 我这一个导体呢 本身在这里 你也已经知道了 正的 负的 然后呢 我去连接起来 OK 就是 在一个磁场里面 你已经都知道 跟它的前面的情况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什么 我已经用了一个导线 连接起来 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导体来讲的话 电流当然是 你看到的外界电流 已经在流动了 OK 从这一点 移到这一点 那有电动式产生出 那我可以看到的 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从它到这里 那 原来是禁止的 你看不到 电流 也看不到 这些电荷的累积 也看不到 电动式 感应的电流出来 一旦移动以后 你看到的电流 也知道 它有感应电动式 那移动了多少 假设这个是DL 换句话说 OK 我不要用DL 因为这边已经L了 避免 你们产生这个 这是已经L的长度了 OK 我用DS好了 那我已经知道 那我已经知道 我移动的距离是DS 换句话说 在这一块里面 等于我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那我移动的面积就是等于L乘上DS 那它是在一个均匀的磁场里面 所以这个磁场 在这一个回路里面 它改变的电动式 它改变的这个magnetic plus 就是磁通量 它改变多少的磁通呢 我们说 磁通就是磁场乘上面积 所以它改变的磁通 就等于L乘上DA 因为你的面积跟你的这个磁场是 这个方向是这个垂磁的情况 所以你基本上面 你看到你的磁通的改变是这么多 那这个就是等于VLDS 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我把时间考量进来 那这边呢 就是VLESDT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单位时间 手走的距离 就相当于的速度V 这个就相当于的速度 所以这个结果就等于VLV的情况 那你把VLV把它拿来看一下 诶 其实 当速度跟磁场垂直的时候 sine 5是等于1的时候 一向就是VLV 所以 你接着你可以进一步来探讨 好 刚刚 原来根本没有回路的情况之下 现在用一个回路的观点来看待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issine的结果 实际上 就是等于VLV 也就等于VLV 的部分 这样也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接着有一件事情 从这里面 从这里面 你是已经知道这个电动式的方向 是VcosV的部分 你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那以磁通量的改变呢 你如何得出 变动式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的磁通量在增加的时候 这个是磁通量在增加 原来只有这一块的磁通量 现在增加到这个 块的磁通量 对不对 那你磁通量在增加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诶 磁通量一直在增加 但是我们的电流是这个方向 OK 所以 你会看到 我刚刚其实已经指了一个 示意的情况 电流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是磁通在增加的时候 那反过来 意思是什么 我磁通量增加 但是 我的电流的方向 是跟我磁通量增加的方向是相反 所以 也就是说 我的电流 增的行进方向 相当于是我的电动势 所供应我的电流的情况 那 我的电动势是怎么 这个 电动势呢 是 把磁通量的增加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OK 以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只是 不是 表示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好像 你的电动势是 随着你的磁通量增加 而增加 那 换句话说 你随磁通量增加 增加的时候 你电流就什么 这个方向了 OK 现在不是 你的磁通量增加的时候呢 你的电流是这个方向 那你的issue是这个方向 所有的 en的方向 也是 这个方向 所以 换句话说 你的issue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也就相当于 这个是你的issue方向 那 它是什么 它是 反抗磁通量增加的方向 这个符号的来源 就是这里 那 这个符号呢 也清楚的 表达了 这个感应电流的方向 你 感应电流增加的方向 感应电流的方向 是跟 让它产生的方向相反 换句话说 这个符号 本身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那 这个issue 增加 这个符号呢 一方面 也 代表了一个是 我这个回路里面 我期待的是 我不希望 我希望能量守候 我不希望磁通量去改变它 你电流 如果有这样子的电流进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什么 你把 你这个 电流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就是磁场这个方向 ok 你现在 在这个回路里面 原来是 这样子的一个磁通而已 现在你把它增加到这么多的磁通的时候 我希望 不要改变我的磁通的大小的时候 那就什么 就我自己感应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 跟原来增加磁通方向 相反的 去维持我的磁通的 那 产生一个相反的就是 我的磁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电流就自然而来是 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符号 本身 我们叫做认识定 ok 然后呢 这整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拉帝 所以法拉帝当时 了解 这个磁通密度 随时间改变 所对应产生感应电动式的时候 他并没有提出负号来 是后来认识把这个维持能量 守恒的概念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负号才把它加进来 那变成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 这个法拉帝的一个定理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吗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issue的部分 基本上面就是vcos1.dl 这个vcos1就是我们的en啊 所以我实际上 我可以把我的issue呢 就写成en.dl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然后 刚刚我也告诉你了 issue的部分呢 是等负的d5bdt 那现在你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了 你把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虽然不是静电所产生的电场 跟磁的通量改变的部分和产生电场 这两件事情已经把它连结在一起了 换句话说 当你的磁通量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感应产生一个电场 这个就是你的感应电场 这个就是你的感应电场的部分 那我们昨天才讲到 电会生磁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磁 就是会感应产生电 所以 四个max way equation 已经全部出现 这是第四个max way equation 法拉第第0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了 你所有的四个max way equation 那这四个max way equation 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那这个四个equation呢 包含的是高斯定理 那高斯定理又包含了 一个是电的高斯定理 E dot ds 这个s的话是surface的部分 那它等于issue 0跟这个q q是total 包围在这个surface里面 这个是一个closing surface的部分 那它的total的charge 那磁的高斯定理呢 是V dot ds 也就是通过这个封闭曲面 的一个持通量 是等于0的部分 那昨天讲的是安培定理 那安培定理已经告诉你 一个 我说 时长的限一个回路积分 这个回路是一个封闭的回路的积分的部分 是跟这个回路里面 所包围的电流有关系 这个电流是包围在这个inside 在这个contour C里面的 还有一项是什么 除了conduction term以外的话 还有一项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电场变化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的displacement current id 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 我们会看到在电场产生变化的时候 就是感应产生磁场的部分 对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法拉蒂蒂蒂 那法拉蒂蒂蒂蒂已经告诉我们了 ok 它是在什么 它是在磁场产生变化的时候 或者持通量产生变化的时候 它会感应产生一个电场 所以电声磁 磁声电 就完全连在一起 ok 这是四个mustle equation 的一个整个情况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部分 ok 我不要把它写成等号 这边就是一个符号 为了产生一个符号 因为这边是从这边写下来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好 好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好 那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既然你们 已经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接着要去看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东西 应用上面是什么 那这场应用的大概就是发电机的情况 那发电机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我们看到是一个 矩形的回路 那我们说在这个坐标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一个矩形的回路放到这里面 那这个回路呢 基本上面是 就是 已经有 撬了一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呢 我们把它叫做 西塔角 当然你翘这个角度的时候 相当于我这个回路 中线的部分 这个就是西塔角 这样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我这个矩形的回路 的 SY平面 那它是倾斜了一个角度 它不是平躺在SY平面 它是已经倾斜了一个西塔角 OK 好 那你倾斜了一个西塔角的情况之下 现在 我现在 我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磁场 V V呢 是等 Z方向 的一个磁场 那 现在在这个回路里面的话呢 我让这个回路旋转 他就要说 这是原来倾斜了一个西塔角以后 我开始让回路旋转 那开始 让回路旋转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原来 磁场 B是这个方向 那 磁通密度 V.DA 是不是整面的V跟DA 是什么 平行的 对不对 当你倾斜一个西塔角的时候 再倾斜到这里 面积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方向 食场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Flux 已经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 从最大的Flux到零 到负的Flux 它这个Flux改变以后 發生什么事情 它本身Flux改变 Flux改变的话 就会有一个感应变动式 感应变动式 产生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 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是在什么 就是在延延不动 不断的提供你的 一零的一个装置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说 这Flux改变呢 我只要把它 这从这边 接出一个东西 那我就可以 拿到电流了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发电机 那你用什么方式 去让它 这个东西在转 在旋转 那我说 好 我的Omega Omega的部分 我如果是它的 这一方向 那我可以看到了 这整个发电机 它其实 在旋转的情况之下 什么方式 让这个 含 这个 举行的回路旋转 那有非常多种方式 也许你是用风啊 用什么 风力发电 你就用风 让它转 那水力发电 你用水 让它转 不管你什么方式 用让它转 就是要让它转 转什么 转以后才能够 感应电动式 产生变化 感应电动式 才会产生出来 那感应电动式 为什么产生出来 就是 Flux 产生出来 你今天 外界的方式 让它怎么样去转它 用最天然的方式 转它 然后你把这个 转动的部分 是外界让它转 那可以风力 可以水力等等的话 然后让它 它就有可以发电 然后就有感应电松势 产生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这个装置来讲 它产生的issue 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issue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了 这个整个装置 我就以 现在已经倾斜西塔角 来看待的时候 那 我就知道说 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它的V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因为 这是一个请线 你要 它转动 它是不是有一个切线速度 对不对 这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切线速度 底下 转动轴以下 它的切线速度 是朝这边 转动轴以上 切线速度 是朝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现在 你已经知道 你的切线速度 这边 是朝这边 然后这个是 抱歉 这是朝 等一下 我的Omega 附的 我看一下 把它变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 把它用成这样子 再转 也可以 那 没关系 我把它转一个方向好了 让它变成这样转 那 这样转的话 我的Omega 就是负的 那现在你看到了 好 以这样的一个转质来讲的话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V 每一块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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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一下,这是A,V,然后这边是A,所以你的Ission,以这一根来讲,这一边1到2的部分的话,Ission,1到2的部分的话呢,是等1,V,Close,V,Dot的DL, 这边告诉我们的,那它就变成是V,Close,V,DL,V跟V的夹角,基本上面,已经参映的,这个角是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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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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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所以这个是θ,这边也是θ 所以你现在变成是什么 这边是VVsinθ 然后Vcosdl 是这个方向沿着这个边,所以从第一点 G到第二点 它的方向是跟第二的方向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你G过来的话,就相当于你的H 这是H1,这边产生的电动式 反过来这边产生的电动式呢 V V是这个方向 因为你要转过去,V是这个方向 V是这个方向 所以Vcosdl Vcosdl V是这个方向 所以Vcosdl 以后还是这个 一种 1n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会发现 A从3到4 一种2的部分 第三点到第4点 Vcosdl Vcosdl 它的大小 也是Vb Vcosdl 乘上A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反过来在这两端里面呢 你看到 你看到 要跟他垂直 其实是跟他一样的 好,Vcosdl Vcosdl 一种是这个方向 但是你的积分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看到 2到3的一种 从2到3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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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的部分 从 四到一的部分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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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很清楚的 看到了 你总共的感应电动是一种呢 就等于是 V V 3 1 3 乘以A 这一个加这个 好 好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速度V V是什么 V就是你的Rcos Omega Omega的方向应该是这样 就是这个方向 OK R Omega close r 不是Rcos Omega close r 所以你的V的方向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基本上我们的V是Omega cross R的方向 换句话说 我们的V啊 你的大小就是你的Omega乘上 这个二分之一的V 你把它带进去 一小部分就变成是V V的部分带进来 Omega A V V 这个结果 A V其实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面积 换句话就是 我们的Omega乘上你的面积乘上V 乘上3 Omega乘上V 3eC他等于多少 3eC他是等 你的Omega已经知道了 所以有多少的Omega在转 随着时间就是Omega T 换句话说你的感应电动是一小就等 Omega A V 3e的Omega T 这是你的最大值 我们把它称为一小的 换句话讲 我可以知道 我随着时间 我的感应电动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是一个 散影的变化 而这个就是一个交流的 这个电压源的情况 在这边的部分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整个 我们的这个交流电路交流电压源所产生的一个方式 平常我们把这个称为Current Generator 那它因为是产生的是交流电路 AC的 这是Current对不对 A 这是C 所以AC的Generator 代表的就是交流电压源的部分 这是AC 好 好 那这里我们 休息一下